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上面向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那么每个人的掌纹都是独一无二的 大多数人手上都有五大主线 就是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事业线和婚姻线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手上并不完全有这五条线 那么对于女性来讲 什么样的掌纹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女孩子右手掌纹 女人右手生命线 从这个大拇指跟食指中间延伸开来 一直到往掌底的方向走 那条线就是生命线 生命线长得长的话 并不是寿命长的意思 而是指生命力比较强 如果是生命线开端有一些练门 练形的纹路 那么说明小时候多病 如果是尾端有流苏 那么要防老年病 而且导蚊则代表该流年 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导蚊 大概是三十岁左右出现 有一场大病 并且有一段时间是生病的 住院的 导蚊越大 生的病就越严重 那么有人右手的智慧线 智慧线跟生命线一般是同一起点 一般来说智慧线跟无名指的和小指的指缝 无名指跟小指的指缝间这个停止最好 太短了 说明不太聪明 太长的话精明过度 智慧线长度适中 往往预示着此人有良好的进取心 而如果是有多条支线 说明能力强 能力强 待在家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智慧线尾部 它分支上翘 或者是单个上翘 那么说明很懂得把握机会 有很强的金钱欲望 右手感情线 感情线是从小指下方 掌边开始往食指的方向延伸 那么如果是一直延伸到 这个食指下方属于心灵之欲 比较注重精神的爱 进入中指下方属于肉体之爱 并不注重海事山盟 如果是中指下方 这个往下往弯曲 就是爱的比较任性 不择手段 女性右手事业线 往往事业线往往是从手顶往上升 有的人可以直达中指根部 称为命运线 事业线往往预示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财富力 参照生命线来看 如果是说事业线起于生命线 那么说明特别努力能干 如果是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断 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说明比较脚踏实地 如果是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部 那说明是最下面 那么说明是很努力 就会得到回报 女人右手婚姻线 婚姻线就是感情线和小指之间 距离感情线和小指之间 仔细看才能看得到 每个人婚姻线都不一样 有的人只有一条 有的人有数条 数目并不重要 总会有一条比较深的纹路 如果是有两条一样深的纹路 那么就是主刺不分 容易陷入三角纠纷 好了 有关这个女人五条线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